攻联防的角度来说吧 内线队员的攻击能力是一方面 但是他在进攻阵营的中间 我们看今天的新发是有一点调整 上了双内线 韩德军加上胡金秋 好球 正面的一个无球掩护 因为今天这后场本来就缺人 这块就出现问题了 直接出手 也难为了这么大跟队 做这么细细动作 这跟进的好 出手很快 漂亮 重队上一场 这做的还是不错 果无前造成了外险三分反规 确实啊 这个蓝队从阵容上来说 因为他是国家队分为红蓝两队 他应该算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比赛替补席的后两 这次南篮出队是一共带了14 那就是意味着没场比 这是一个底线球的机会 武本家呢 因为刚才投进了两个三分之后 进攻端的信心也是大宗 来了 李小旭又是一个远头的犯规 不过呢 就是从攻联防的角度来说吧 就是说 内线队员的攻击能力是一方面 但是他在这个进攻阵型的中间 能不能把球员可能也是这么想 所以冷门球没卡住位置 上场就有效果 真是不浪费机会 这次推进很快 快速个半场 好球 阿尔斯兰在边线呢 直接送出一个直传球 给到无前 阿尔斯兰队现在又是连高 转过来无前的机会 好球 咱们在破紧逼这块呢 也算是有了一些经验 大尺度啊 如果对面真的像斯马特一样的话 那没准还真吹了 过前场 然后再造推向投篮机会 没事 镜头也给到了 因为现在这一回合 不用考虑防守问题 就算这回合打不进 对方也不可能再有时间 推进去完成一次进攻 没错 这是今天无前个人表现的一个机器 外线的投射还是非常的稳健 作为咱们蓝队目前的外线头号火力 就是从收篮板球的这个比例上来看 这球无前又是被对方的一个远头犯规 关键这个球已经肯定是完全失位了 这球关键是他是左腿 现在无前可以放开打了 因为就算是四次妄规 真是领到第五次 现在无前是六成的命中率 然后罚球是百发百中 你再想想他投的那些球的难度 咱们这边话音未落 目前就下场了 那么换上了九战东 这四秒钟应该就是收球不打了 好那恭喜南南兰队